人間苦空無常 願世人不分你我 秉足安然脫迷 縱世塵度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新子智庫》第十八集 今集阿堅想和大家分享另一個字 每天都是拉邊文 這也是一些法律的字眼 平時都會經常讀這些字 尤其是我們在一些案件 包括刑事、民事、師傅和刑事都會看到這個字 這個字就是審訊無論在殺償 或者在刑事的案件裏 我們都會看一下 譬如說到證據 首先當然有一點是一定有Course of Action 即是有一點令到他可以起訴你 或者去殺償也好 或者在刑事裏他要起訴你 這件事我們後來就會去洗手買賣 很多證據 等到上法庭 等到上法庭 大家有一個Course Examination 大家有一個賠文 Defense Lawyer 有一個Proscutor 也有一個Claimant 或者Paintiff 好了 我們就會有一個字 譬如說當法官聽了 或者裁判官也好 他聽了兩方面的東西 表面上的東西 聽了一些證據 基本上的背景 他會看一下 究竟那個被告 他是否有罪 或者還需不需要再審下去 這件事 或者是說沒有罪 釋放也不夠了 那當然 大家起不起訴 如果是刑事案 要經過律政署去批准 他會去起訴 好了 我們講過的字 他們會使用這個 這個就是 Primal Phases 這個Primal Phases 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指表面證供 你說表面證供可以成立 或者不成立 表面證供成立的話 即是說 已經差不多是夠 即是可以 那個Case 是可以 即是 他那個 入罪的率 那個機會是比較大的 於是 就可以去 一定要 去賠問 那個被告的 但是當然 如果這個Primal Phases 根本上都不夠了的 都不 即是法官會說的 如果這個Primal Phases 基本上是不成立的話 在這個情況下 根本上就已經 暗示了 就說這個Case 根本上就是不夠了 而不夠了 就會當庭釋放 又或者是 沒有那個單位 這樣 那 今集 由於這個節目 只是一個很短的節目 那大家如果是有些 比如說一些 法律上的一些問題 最好就是 請教一些 你們的專業的法律意見 那就是 這個純粹是給參考用途 因為每個Case都有不同的 那今集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